我体重就来到了人生的巅峰 64.2公斤 体脂到了34.90高 超级可怕 现在就要来超级刺激的成果发表啦 大家一定很好奇我前面这么神奇的讲那么多 我的素质到底有没有什么变化 那这边就来公布 从我64.9到现在究竟是多少呢 30天运动过后 我的体重来到了 大家好,我是P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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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我在8月的时候呢 开启一个连续运动30天挑战计划 我完成啦 今天这支片就要来成果发表 以及分享一下我的心路历程 好紧张,好紧张 好的,那我们一开始就来先讲一下 为什么我会突然开启这个30天运动挑战计划 告诉我自己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 在6月初的时候 我得了一个叫做耳食脱落的一个症状 那这个症状非常之讨厌 就是头稍微这样转动一下 就会天旋地转 怎么样的一个感受 就是你做完咖啡杯 然后下来之后晕得要命 大包吐的那种感觉 很可怕吧 反正就是耳食脱落 然后造成了内部平衡的一个症状 他也没有办法立即的修复 所以我基本上6月7月 这两个月的时间 除了工作以外 我都躺在床上 分享这个时候真的是特别的难过 这该是我努力打兵的时候 我躺在床上 然后看着其他同行的人 都已经在做出一些很强很强的企划了 那种无力感真的是很可怕 而且我原本是一个超级健康宝宝 你们知道吗 所以呢 那时候因为有点自暴自弃 饮食的部分也比较没有控制 那时候体重就来到了人生的巅峰 64.2公斤 体脂到了 34.90高 超级可怕 我之前体脂最高也才29 肌肉量也降了不少 所以呢 我那时候到后期的时候 我真的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回诊的时候 医生有跟我说 就是你这个症状得过一次之后 以后复发机率也很高 如果你想要降低复发机率的话 唯有 健康 生活 规律 饮食 运动 所以我那时候一心只想的就是 健康 第一 这就是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情 那时候 说也刚好 我看到了一个大陆网红 叫做花小龙 这边应该也蛮多人听过的 因为很有名 几百万粉 他带着他的表哥 训练了15天 欸你知道吗 看着我超级蓝耶 他们做的运动都是超级硬的那种 于是 我也想要发起 连续运动 30天计划 让我自己呢 身体回到一个非常非常健康的状态 好 那接下来就来分享一下我的体质 然后还有我这段时间的运动 饮食习惯 那我先在此声明 每一个人体质不一样 每个人对于健康这件事情 方法可能都不一样 然后也不一定每个人都适用 所以呢 我这边就站在一个分享的角度 因为 我的体质真的是超级怪的 异胖难受 所有异胖的要素都在我身上了 这个不是卖餐 就是一个实话实说 我先来举个例子 一般正常人可能吃一个便当 他可以吸收70%的营养 但是呢 我会吸收到120% 这个数据是看我的医生证实的 他是真的讲过这句话 我从以前就需要吃比一般人的量还要少 我才能维持体重 而且是维持哦 不是掉哦 如果我正常吃三餐的话呢 就是必胖 而且我的体质 便秘 水肿 还有 脏气 这30天常常有人说 欸你看起来好像都没有变啊 都看起来弄肉的 种种的 因为我运动都是挑 我做完工作晚上时间去运动 那那段时间呢 我基本上都是长一样的 因为一整天的宿便 堆积在这边 又脏气 又水肿 所以基本上就到晚上时间都胖胖的 然后肚子大大的 一定要证实一下 你看现在是早上时间 早上10点钟的肚子 就是平的 小腹也不会那么的突 那我这30天 基本上就是 从重训 慢跑 有氧 骑飞轮 塔巴塔 这些运动来轮流做 运动时间 每天一定会走 一到一个半小时 来做运动 基本上就是做完运动之后 拉拉筋 饮食的部分 我这30天 一定都是168 有时候可能会到186 一天两餐 然后吃的东西 十分之健康 这样这样这样 基本上全部都是水煮餐 水煮鸡胸肉 然后加盐 然后水煮青菜 生菜沙拉 然后如果真的觉得太美味的话呢 就是加一点和红酱 不会挑那种什么胡麻酱 那种比较高热量的 刚才也有提到 因为我有便秘的问题 所以呢 我就会吃一些 对便秘超级有效的组合 第一个 我一天一定会喝 2500到3000cc 再来就是吃酪梨 因为呢我已经水煮餐了 所以我的油非常的少 但是便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你的油可能摄取的不够 而且不是好油 这30天的好油摄取就是酪梨 我这个吃酪梨喝3000cc的水 这一招呢真的是满有效的 就对于打击便秘 那再来呢就来分享一下 我的运动好物 其实也蛮多大胸牙 来问我说 你的运动衣服都穿什么 第一个 露露柠檬 大家应该都听过 第二个呢就是 Astier 样式非常的多 第三个 Molly Fix 弹性很好 第四个 iPink 那这四种我之所以会推荐 就是因为 衣服上面做了蛮多功课的 也花了很多学费 这四个品牌是我觉得 除了有大尺寸的以外 它的弹性算是非常好的 推推 还有一定要买2000cc的水服 超级棒的 一天就是把它喝完 好啦 那我的运动好物就推荐到这边 现在就要来超级刺激的 成果发表啦 大家一定有好奇 我前面这么神奇的讲那么多 我的数值到底有没有什么变化 那这边就来公布 从我64.9 到现在 究竟是多少呢 30天运动过后 我的体重来到了 59.9公斤 体质26.8 好啦 当然不是什么一个月瘦10公斤 怎么这么惊人的数字 但是觉得以一个健康诉求来说 我对于我这个数值变化非常的满意 被我自己感动到了你知道吗 因为毕竟其实在这30天前 我有一些考虑跟隐忧 因为毕竟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 资深奶妹 那这个世上呢 其实对奶妹会有一个标签 因为呢在这30天其实我收到了 非常非常非常多的负品 那基本上都是什么 没有瘦啊 为了奶啊 为了薄流量而做的啊 反正其他时间一定都在大吃大喝之类的 这个其实在我30天前 我就有预想到大概会发生这个事情 因为我不是专精的 所以当我没有到那么那么大的变化的时候呢 大家就会攻击 觉得说 哦理所当然觉得你就是为了薄流量 那这件事情其实是蛮痛苦的 在我前一天还在努力运动 努力上片玩 隔天我早上起来看到第一个讯息 基本上都是 根本没有变为了流量而拍的吧 所以其实看到的时候是会 蛮难过的 那我就会好几次觉得说 诶我自己最清楚了 我只要拍拍美照 露个胸部 我就可以多的好评 那为什么我要跨出这个舒适圈 做这么辛苦的事情 还要被大家骂 所以其实好几次我是有一点想要退缩的 就会觉得说啊 干脆不要做了 反正会被大家骂 然后我又那么辛苦 何苦呢 可是我知道我一定要保持初衷 因为我做这个运动计划的初衷就是 我只希望我的身体健康 我不是为了YT的那些 可观的超级爆炸的数字 一个月减10公斤 一个月减12公斤 也不是为了博得流量 我只是为了我的健康 所以我的理念就是 只要你在做对的事情 在做好的事情 都可以分享出去 尽管不是专精 尽管会被别人说话 但是这个正能量 如果能影响到你 影响到我 影响到其他人 然后让这个正能量循环 并且传播出去 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所以如果我这个30天计划 也有激励到你的话呢 那我真的就觉得 足矣 我很开心 我能完成这个挑战 我觉得 我也战胜了我自己 那从30天过后 我还是会继续维持运动 还有这些健康饮食 如果也能影响到 正在观看的你 那我就觉得超值 我们一起加油 我是冰冰泡泡 我们下次再见 我完全没有说的在这边 我还是冰冰店 我还是冰冰店 我又说到了 我要做到一点了 我还是冰冰店 我想冷却 我还是冰冰店 我还前因此 不是什么 别 flowers 你说